一双儿女过世后,我沉浸在悲伤中缓不过来,老公生日那天,我强打精神去给他买礼物,却遇见他扶着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在童装店买衣服,原来,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的只有我一个,今天是我老公陈景怀的生日,自从一双儿女离世后,我就没在顾得上关心过他,日日夜夜沉浸在悲伤中, 直到今天,婆婆打电话让我们过去吃饭,我才想起来今天是她的生日,强打起精神来到商场,准备给她选个礼物,路过童装区,我一下子控制不住情绪,对着一套公主裙红了眼睛,那是女儿最喜欢的爱杀公主裙,我正沉浸在痛苦中,却看到了陈景怀的身影,我快步走进店里,想着,难道陈景怀特意来给女儿, 和儿子买新衣服,好烧给她们,我忍住心里的难过,上去拍了拍陈景怀的肩膀,陈景怀笑着转过身来,那么快就选好了,这下看看我们两个的默契度怎么,没说完的话语,再看到我的一瞬间咽了回去,脸上的笑容也随即变得僵硬, 亲亲,你怎么在这儿?我很快从她的反应中判断出,她刚才温柔闲适的语气并不是在跟我说话,但是我没有追究,而是笑着问,老公,你在这里干嘛呢? 陈景怀下意识地往手上看了下,我这时才看到她手里还拿着几套小婴儿的衣服,这应该是刚出生的小婴儿穿的,粉嫩粉嫩的,尤其可爱。 我心里有些慌,但是仍然按耐住情绪问她,你,你这是给谁买的?陈景怀眼里的慌乱根本藏不住,有,有一个朋友,他,他媳妇,刚生了宝宝,老公,你在跟谁说话呢? 远处传来的清脆的女生,打断了陈景怀结结巴巴的话语,很快,一个女人走了过来,长长的头发,精致的妆容,穿着一条棉布的裙子,肚子微微凸起,我的心脏如同经历重重一击,痛得简直要窒息。 我后退一步,扶住货架,微微弯下腰,满眼不可置信地看向陈景怀,陈景怀,你,你好样的,陈景怀立刻上前想要扶住我,却被我一把推开,那个女人连忙上前扶住她,你是谁呀?怎么这么粗鲁啊? 闭嘴,陈景怀重重地呵斥道,滚,那个女人的眼圈一下子红了,陈景怀,你凶我,陈景怀没再理她,走上前对我说,老婆,你听我解释,我跟她没关系,哦,原来这个就是你老婆呀,也不怎么样吗? 我说那个大姐,你老公都不爱你了,你还缠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赶紧给我让位置吗?那个女人不负刚才的温柔,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我没来得及开口,陈景怀重重地一巴掌就打了过去,李依娜,你再敢多说一句,明天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那个叫李依娜的女人明显愣住了,捂着自己通红的脸庞,一句话都不敢说。 我静静地看着他俩的这一出好戏,只觉得荒唐得很,我没再说话,扭头就走,却在转身的一瞬间,天旋地转,然后整个人向下摔去,晕倒之前,只听见一声撕心裂肺的老婆,我好像在做梦,整个人都懒洋洋的,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小孩子咯吱咯吱的笑声,我身体一震,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特别像我的两个孩子的, 我立刻起身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珍珠和小天正在草地上愉快地玩耍着,我的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我有多久没见他们了,最后一次见他们,他们都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冷的床上,不会说话,不会撒娇,我还在落泪, 两个孩子已经跑了过来,扑进了我的怀里,我死死地抱住他们,不敢放松一点,生怕他们会忽然不见了,然而就在这时,我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声呼唤, 庆庆,庆庆,我意识渐渐地模糊了,等再次醒来,我下意识地收紧手臂,空得原来真的只是一场梦,我的眼泪打湿了枕筋,无尽的悲伤把我淹没,庆庆,你醒了,耳边传来惊喜的声音, 我转头看到了陈景怀那张恶心的脸,就在今天之前,我还以为他跟我一样,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中,却没想到,当我夜不能寐的时候,他却在搂着别的女人,制造新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的? 庆庆,对不起,我只想听实话,你要是不想说,就滚出去吧,三个月前,为什么? 庆庆,对不起,是我的错,我那时候太痛苦了,在酒吧喝醉了,然后不小心跟别人发生了关系,我本来已经解决了,可是后来他意外怀孕,我,我实在舍不得孩子,我闭了闭眼睛,语带哽咽地说道,陈景怀,你可真不是东西,你的一儿一女刚刚离去不到半年,你就要跟别的女人生孩子了,你不想念他们吗? 你不愧疚他们吗?他们陪了你六年,你甚至连想念他们六个月都做不到,陈景怀整个人跪到了地上,趴到了病床边,双手捂住脸,沁沁,对不起,我太难受了,我一想起他们就恨不得自己去死,可是怎么办呢? 我还有你,我只能努力地活着,于是就用酒精去麻醉自己,男人的声音嘶哑中带着哽咽,我的心中一痛,是啊,他也曾经痛哭过,崩溃过,可是我还是无法原谅他,是啊,你还知道你有我,可是,陈景怀,你马上就要失去我了,但是别难过, 你会有新的妻子和孩子,你走吧,陈景怀,准备离婚协议吧,我放你自由,我祝你幸福,陈景怀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不,我不离婚,我不同意,我不会同意的,那你的孩子呢? 你想让他当私生子吗?陈景怀一下子哑了,张着嘴巴呆呆地看着我,我,我,不,我不再看他,你先出去吧,我实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个,我觉得很恶心,陈景怀离开了病房,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忽然明白了一个事实,我又是一个人了,认识陈景怀之前,我是一个孤儿,没有家人,也没有家,认识陈景怀之后, 他用他的耐心,细心,真心打动了我,让我心甘情愿地与他组成了一个家,可是,这个家现在破了,我的生活也变得残破不堪,我办理了出院手续,离开了医院,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大门都没关,里面传来争吵声,我慢慢地走进客厅,陈景怀和那天的那个女人都在,两个人正在争吵,那个女人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油脸,陈景怀,我肚子里的可是你的宝宝,你说不要就不要,凭什么?李依娜,你明知道我喝醉了,还爬上我的床,那你就得承担这个后果, 那个叫李依娜的女人忽然看到我走了进来,立刻把矛头对准我,陈景怀,你是因为这个老女人吗?你明知道她连个健康的孩子都给不了你,你还不跟她离婚? 李依娜,你不要把事情扯到亲戚身上,我们俩之间的问题跟她没有关系,两位,如果要争吵就到外面去,这里是我家,我想休息了,陈景怀立刻往外走,李依娜却不依不饶,你家,等你跟陈景怀离婚了,这就是我家了, 你个天煞孤星,克父克母,克子克女的女人,也就陈景怀命硬,才能好好活着,你还不赶快放过她,自己孤独终老去,啪,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的一巴掌已经打在了李依娜的脸上,因为我太过愤怒,用的力气比较大,李依娜竟然被我那一巴掌打倒了,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你叫李依娜是吧? 我之前根本不想理你,你能爬上陈景怀的床,那是你的本事,但是你别在我面前耍花招,侮辱我的父母家人,再有下次就不是一巴掌能解决的了,陈景怀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任凭李依娜哭得死去活来,也没有过来扶一把,最后我烦了,要哭就滚出去哭,陈景怀走过来,扶着李依娜走出了别墅, 我没走进去,直接打车去了我婚前买的那套小两居,里面已经落了厚厚的灰尘,我不想让自己闲下来,就拼命地打扫卫生,一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箱子,里面是厚厚的一打信封,卡通的,可爱的,各种各样的都有,这是谁的东西?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房子里? 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了一个粉红色的卡通信封,慢慢地打开来,拿起的一瞬间,我就屏住了呼吸,信封表皮写着妈妈收三个字,一笔一画,稚嫩生疏,我的眼泪夺矿而出,写给三十岁的妈妈, 妈妈,我是你的宝贝女儿珍珠啊,你是不是很惊喜呢?我跟爸爸做了个约定,这是送给你的三十岁生日惊喜呢? 妈妈,这是你的第一个,没有我陪伴的生日,你可千万不要哭哦,我知道我不在你身边,你肯定会很难过,但是妈妈,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还有爸爸,他还需要你好好照顾呢? 妈妈,爸爸告诉我,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珍贵的,我希望妈妈可以代替我好好活着,帮我多看一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好了不说太多了,祝我亲爱的妈妈生日快乐,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心里疼得要命,我认真地翻遍了盒子里的每一个信封,很明显,红色粉色的是妹妹的,蓝色绿色的是哥哥的,一共六十封信, 每个人各三十封,封面上的字是孩子写的,里面的内容都是陈景怀的笔记,我不知道他和孩子们一共写了多久,哪怕一天一封,至少也要写三十天,我忍不住地放声大哭,当天晚上,我收拾完房子后,回了婚后的家,打开门就看到陈景怀正坐在地上,靠着沙发抽烟,地上满是滚落的啤酒瓶, 整个人颓废得不成样子,也就是这一刻,我觉得我大概是真的忽略了他,孩子离世的痛苦,把我们两个人生生撕裂,他去醉生梦死,我在魂恶度日,看到有人说,孩子出世后,有的夫妻会更加恩爱,有的夫妻会分道扬镳,我们就属于后者吧, 陈景怀听到我开门的声音,惊喜地站了起来,老婆,你终于回来了,我去医院没找到你,吓死我了,我走过来坐到沙发上,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的旁边, 陈景怀,我们明天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吧,老婆,可不可以不离婚,这真的不是我的本心,那只是一场意外,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你以为我不知道,男人喝醉之后根本不行,还有你今天在童装店那么开心地为他肚子里的宝宝挑衣服,你以为我眼睛瞎了吗,陈景怀低着头不再说话,我重重地往后一靠,靠在了沙发靠垫上,陈景怀,我以为我够了解你,我们在一起七年,共同孕育了两个孩子,我以为我们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想过你会出轨, 不要再为你的恶心行为找借口,也别拿孩子当挡箭牌,孩子如果知道也会觉得恶心,陈景怀整个人僵住了,脸色变得苍白无比,老婆,对不起,明天早上去办手续吧,我留下最后一句话就上了楼,走到楼梯转角的时候,我扭头看了一下,陈景怀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以前总是笔挺地被现在微微弯曲着, 肩膀在不停地抖动,整个人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似的孤单无助,我咬咬牙,没有再回头,继续往楼上走去,我告诉自己,我的选择是对的, 跟我在一起,陈景怀将会被我拖进无尽的深渊,永远无法自拔,但是如果他彻底脱离我,那么他将拥有新的人生,新的妻子,新的孩子,而他,值得,为人福,他风趣幽默,周到体贴,为人父,他细心温柔,耐心十足,在孩子离世以前,哪怕孩子躺在病床上,他都是积极的, 乐观地,每天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做手工,亲自下厨给孩子做他们爱吃的点心,在结婚的这六年,他给了我们满满的爱,而这份爱,让我和孩子都在成长, 我不能那么自私地让他陪着我痛苦下去,我这里已经是个深渊了,不能再把他也拖下来,我回到卧室,开始整理我的东西,住了七年的家,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温馨的回忆,女儿的芭比娃娃,儿子的乐高积木,陈景怀的手表,我越收拾心越疼,再也忍不住把手里的玻璃水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蹲下来抱头痛哭, 为什么老天爷这么残忍,硬生生地把我的一双儿女带走,把我们幸福的一家人拆散,我和陈景怀从大学相知相恋,到成婚后相爱相伴,整整七年,七年间,我们的儿子,女儿,接连降生,外人提起我们,都是羡慕得很,夫妻恩爱,儿女双全,失业有成,然而,去年夏天开始,噩梦不断地降临了, 先是小小的女儿,确诊了脑胶滞流晚期,生命最多只有半年,我们用尽各种人脉,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都没能挽救回女儿的生命,女儿离世后,我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有一天站在二楼阳台, 我好像看见女儿在叫我,妈妈快来陪我玩,我下意识就要往外走,这时候五岁的儿子忽然出现在卧室门口,撕心裂肺地喊着,妈妈,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全身冒出了冷汗,儿子跑过来,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腿, 妈妈,你还有小天和爸爸,你不能不要我们,听着儿子的哭泣声,我终于从痛苦中清醒了过来,我开始把所有的时间与心血都倾注到儿子和陈景怀身上,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最后的一段幸福时光, 紧接着,噩耗又来了,在去年冬天,儿子被确诊了恶性淋巴流晚期,生命只剩下三个月,听到医生宣判检查结果的那一刻,我仿若置身冰窖,全身没有一丝温度,绝望和痛苦很快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恢复的家庭,再一次地击垮了,我迅速地消瘦,陈景怀再也笑不起来了,病情恶化得太快了, 仅仅两个月,我们再一次地送走了儿子,陈景怀买了四个连在一起的墓地,先放了女儿,又放了儿子,我们两个坐在他们的墓碑前,絮絮叨叨地说着话,陈景怀说,珍珠啊,你哥哥过去陪你了,你别耍脾气啊,你哥哥也只是个小孩子,你们两个别害怕,爸爸妈妈就在你们的身边,很快就过来陪你们了,葬礼之后, 我和陈景怀策划了一场自杀,我们在别墅的地下停车场里,准备了一辆车子,两个人互相拥抱亲们告别,他坐在驾驶座,我坐在副驾驶,发动车子,一起吞了安眠药,慢慢地意识开始沉沦,我觉得我马上就能见到儿子和女儿的时候,忽然被尖锐的嘶喊声拉回了意识,陈景怀,陈景怀, 紧接而来的是玻璃破碎的声音,我看到车门被打开,几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然而就在这时,要笑起了作用,我慢慢地昏迷了过去,再次醒来,是在医院里,双人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有些心慌,陈景怀呢,他不会死了吧,不会只留我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世界了吧, 我慌乱不安地下床,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外面传来哭泣声,透过玻璃,我看到陈景怀跪在地上,我的婆婆坐在旁边的凳子上,苍老的脸上悲痛欲绝,陈景怀,我一个人把你拉着打,看着你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我吃得苦受的罪就不说了,只要你过得好就行,可是你呢,你竟然去自杀? 你知不知道,你妈今年六十五了,这六十五年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自杀是什么?那是胆怯,是懦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把你们的痛苦转嫁到我的身上,我把亲戚当成我的女儿,你竟然带着她一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成功了,我该怎么办?失去珍珠和天天,痛苦地不止你们, 再让我失去你们,我还有命活布,斑驳的泪水,苍白的头发,颤抖的身躯,这一幕幕都冲击着我的膛口,让我无法自控,我打开门冲了出去,和陈景怀一起跪倒在婆婆面前,哭着说,妈,对不起,是我们错了,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次,婆婆扶住我,把我放到旁边的座位上, 亲亲,妈知道,你难过,可是你还有景怀,还有我呀,如果你们都不在了,你让妈怎么办?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动过死的念头,陈景怀也一样,我们把悲伤压在心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只有彼此知道对方心里的痛苦, 回忆到这里,被开门声打断了,我扭头看去,陈景怀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说,亲亲,发生什么事了,你有没有受伤,我环顾四周,玻璃杯子的碎片到处都是,我连忙站起来摇了摇头,景怀,我没事,你去忙你的吧,我自己收拾,陈景怀静静地站了一会,转身走了,我双手插腰,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口气还没叹完,陈景怀拿着扫把推开了门,亲亲,我来收拾吧,你别弄伤手了,说完陈景怀就拿起扫把,仔仔细细地把碎玻璃片都收拢起来,我看着他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瘦的脸,忍不住鼻子一酸,拉住了他的胳膊,景怀,我不怪你了,你以后好好生活,大滴大滴的泪珠, 滴落在地板上,陈景怀的肩膀不停地颤抖着,我把他拉到床边,让他坐下来,碰着他的脸,你别这样,陈景怀,我们大概是没有缘分吧,命运让我们相爱了七年,已经足够了, 我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爱人,最完美的儿女,最幸福的家庭,陈景怀把我拉进怀里,头埋到了我的颈窝,亲亲,对不起,我鬼迷心窍了,我恨死我自己了, 你原谅我这一次,我让他把孩子打掉,我们好好过我们的日子 我感觉到脖子处有温热的液体,那是陈景怀的眼泪,阿怀,那是一个生命,我给不了你的幸福家庭,他可以给你 陈景怀紧紧地抱着我,似乎想把我揉进他的骨头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婚房同床共眠 第二天,我拉着行李走出了别墅大门,回头看到陈景怀一个人站在阳台上静静地凝视着我 我向他挥了挥手,坐上车子,离开了陈景怀,也离开了我生命中最后的一个亲人 一周后,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自此,我们成了两个陌生人 领完离婚证第二天,李依娜给我发了一张照片,里面是陈景怀在吃早餐 配了一句话,我亲自下厨做的爱心早餐,我并没有太过伤心,大概心已经随着孩子们死了吧 只要陈景怀能够拥有幸福,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了 在我们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婆婆曾经来找过我一次 她希望我们离婚,各自去迎接新生活 我婆婆说,她并不是觉得我不好,相反她很疼爱我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地在一起,将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中 一看到对方就会想到孩子,可能这辈子都无法解脱 我自己想了很久,我已经不想再开始新生活了 但是陈景怀可以,我不能自私地拖着她跟我一起沉沦 她不仅是我的爱人,更是我孩子的父亲,我的亲人 所以只要她幸福,我可以选择离开 我以为我的主动退让能够换来一段平静的时光 然而事实告诉我,这只是妄想 第二天一大早,李依娜就带着人上门了 敲门声很重,我本来前一天晚上就没休息好 浑浑沉沉地打开门,却被扔进来的东西 披头盖脸地砸了一通,堂庆是吧 这是你和你那两个短命鬼孩子的东西 离婚了还不收走 放到我家恶心人那是吧 我抬起头,看到门口站着的正是李依娜 身后还跟着两个流里流气的男人 我在低头,我的身边到处都是孩子的玩具 相况,衣服,我心里的怒火节节攀升 再爬到顶点处爆发了 我一脚踹向李依娜的膝盖 李依娜啊了一声,跪到了地上 我一手抓住她的头发 一手拿起玄关柜上的壁纸刀 指着李依娜的脖子 你们谁敢过来 我就划她脖子 你,你,你敢 你这样做,是,是犯法的 那俩混混吓得结结巴巴 而李依娜直接连动都不敢动 大清早的 你们两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四闯民宅 我是正当防卫 我淡淡地说道 三个人都傻了 僵在了原地 俩混混看形势不对 转身要跑 被我叫住 站住 再走一步 我的手可就滑下去了 别,别,求求你 别滑 那俩人不敢再动 李依娜颤抖地求饶 李依娜 我上次跟你说的话 你又忘了 让你别在我眼前晃悠 你非不听 那我今天就让你好好受一下教训 我说完 拿起壁纸刀 对准她的眼睛扎去 她用力地挣扎着 后背靠到了墙地上 眼看到尖越来越近 她没出息地尿裤子了 我终于放开了她 她整个人摊在了地上 我挥挥手 李依娜 再有下次 你的后果你应该能想到吧 两位小哥 麻烦你们送她回去吧 然而 李依娜却动不了了 啊 我的肚子好疼啊 我的孩子 快 快送我去医院 我当机立断 带上门 让俩小哥 抬起人下楼 我开车 送李依娜到了医院 送进急诊室 我连忙给陈景怀打电话 让她尽快过来 等待的这段时间 我开始思考 李依娜对陈景怀来说 是幸福还是不幸 她又蠢又笨 脾气又不好 而陈景怀性格温润内敛 痴情专一 我真怕她给不了陈景怀幸福 如果那样 我就是罪人了 没多久 陈景怀就赶到了医院 我向她大致地说明了情况 她拉着我上下看了一圈 看我没有受伤才放心 走到那两个小哥面前警告了一番 让他们先离开了 我试探着开口 你这段时间怎么样 和她相处得愉快吗 陈景怀似乎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我咬咬牙 陈景怀 我觉得李依娜可能不是很适合你 你 你有多喜欢她 陈景怀并没有回答 依旧保持着沉默 我可能有些唐突 但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好 当然如果你觉得介意 就当我没说过 我努力地挽回话题 亲亲 你是不是对我有误会 我不喜欢她 我跟她的那一夜是因为醉酒 我也不会跟她结婚 她愿意生孩子 我可以养 不愿意生我可以给她补偿 那你之前陪她逛童装店 那天是她的生日 她威胁我不哄她开心 就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你 我没办法就陪她去逛了街 好吧 我以前以为你喜欢她 正好她可以给你一个全新的生活 但是经过这两次的冲突 我觉得她的素质堪忧 我有些担心你 我们正在谈论的时候 急诊室的门开了 家属过来一下 跟你说下情况 病人肚子里的胎儿发育不是很好 已经胎停了 现在你们看要不要做轻功手术 不做 陈景怀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吧 你们自己商量一下 这个轻功手术是越快越好 我拉着陈景怀 为什么不做 如果这次做了 她会赖上你的 我不想给你惹麻烦 亲亲 这件事我来解决 你先回去吧 我呆呆地看着陈景怀 她还是原来那个为我遮风挡雨的爱人吗 我离开医院后 还是有些担心陈景怀 但是细细地想了一下 还真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的忙 两天后 前婆婆找到了我 刚打开门就是一巴掌 离得太近 我没有能避开 我愣愣地看着前婆婆 阿姨 您这是 唐沁 我自认对你够好 对两个孩子也掏心掏肺 孩子们命不好 我也从来没责怪过你 可是 你怎么能那么狠心 人家依娜好不容易怀上景怀的孩子 你怎么能把孩子给折腾掉了 阿姨 我没有 不是我 依娜已经前前后后地都告诉我了 她上门找你是她不对 但是你怎么不能忍忍啊 那是一个孩子 那是一条人命 那是我们老陈家的最后希望啊 我无力反驳 只能苦笑 阿姨 我已经主动跟景怀离婚了 我怎么还会在意她跟别人的孩子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给景怀打电话 让景怀跟你说 不用打了 我来了 刚刚虚掩的门 现在又一次被打开 陈景泰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门口 头发乱糟糟的 额头上都是汗珠 妈 你能不能沉住气 听我把话说完 前婆婆难过地开口 景怀 你还要护着唐沁吗 她不能给你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就不允许别人给你生 多过分啊 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我的身体 犹如鼠酒寒天一样 冰冷刺骨 原来我一直敬重爱护的婆婆 竟然是这么想我的 陈景怀连忙急切地开口 打断了他妈的话 妈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伤了唐沁的心 可是再难补就回来的 你看这是什么 陈景怀说着 把一份当放在了茶几上 妈 首先 李一那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的 这是亲子鉴定书 其次 那个孩子不是因为唐沁才留掉的 而是因为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导致宝宝早就不发育了 只是李一那一直没去医院检查 不知道而已 景怀 你没有骗我 这孩子真不是你的 千真万确 其实我早都起疑了 我喝醉后是什么样子 你们都知道 前婆婆脸上一会红 一会白 没想到她一咬牙 竟然给我跪下了 唐沁 我对不起你 刚刚说了很多伤你心的话 我也没脸求你原谅 阿姨跟你道歉 说完前婆婆站起来就走 我连忙拉住她 阿姨 我知道你是太着急了 我理解你 但是你刚刚的话 真的太伤人了 说着我的眼泪就出来了 前婆婆也羞愧地红了脸 紧紧地抱住了我 沁沁 对不起 妈对不起你 陈景怀走过来 把我们两个环抱住 已经造成的伤害 短时间无法消散 妈你可要努力哦 沁沁 看在我妈这么多年对你不错的份上 给我妈一次弥补的机会 我挂着眼泪点了点头 好 陈景怀第二天带着亲子鉴定去了医院 李依娜根本不认 死活咬定 孩子就是陈景怀的 陈景怀没办法 只能给他请好护工 交好住院费后离开了 我觉得李依娜不会善罢甘休 他一看就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 我提醒陈景怀小心点 出行多注意安全 就这样我们小心谨慎地过了一个多月 这一个月相安无事 万万没想到 就在大家都放松了警惕的时候 李依娜卷土重来了 那天是珍珠的忌日 我和陈景怀带着前婆婆去看望孩子们 前婆婆触景生情 哭得死去活来 我跟陈景怀也不好受 从陈景怀出来 三个人沉浸在各自的哀伤中 没注意到远处急驰而来的车子 等发现油门加速的声音的时候 车已经近在迟迟了 我走在最后面 车子明显是冲着我来的 唐沁 你去死吧 李依娜如同毒蛇一样阴毒的声音 从打开的车窗里飘了出来 我看着加速加速在加速的车子 大脑一时反应不过来 甚至觉得就这么死了也挺好 可以去见孩子们了 前婆婆却忽然推开了我 她就在我一米之摇的前方 扑通 撞击的声音 落地的声音 鲜红的血液染红了地面 我很想眼睛一闭晕过去 但是不能晕 我得清醒着 前婆婆还等着救命 我拿出手机拨打了120和110 陈锦怀已经疯狂地扑到了车上 牢牢地控制住了李依娜 生怕她继续压过去 李依娜癫狂地笑着 哈哈 唐沁 你就是个天煞孤星 你看看你 磕死了多少人 我要是你 我就没脸活着 陈锦怀重重地一巴掌打了过去 李依娜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而我根本无暇他顾 跪到地上 紧紧握着前婆婆的手 妈 你坚持住 医生马上就到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不停地滴落 我要去 见 珠珠和小天 了 他们 没有人 照顾 我不放心 随着话语的落下 婆婆的另一只手 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慌了神 陈锦怀 你快来 妈 他好像不行了 陈锦怀 你快来啊 我绝望地嘶吼着 陈锦怀丢下李依娜 跑了过来 跪在前婆婆的另一侧 小心翼翼地叫着 妈 妈 你再坚持一下 妈 儿子不能没有你 妈 求你了 再坚持一下 那天的记忆是混乱的 情绪是崩溃的 浑浑噩噩地跟着救护车来到了医院 浑浑噩噩地等在急救室外面 浑浑噩噩地听医生宣告抢救无效 浑浑噩噩地送婆婆去了火葬场 这是我和陈锦怀送走的第三个亲人 已经无法用悲痛来形容 我和他都没有落泪 心痛到了极致 整个人都是麻木的 我们把婆婆安置在了猪猪和小天的旁边 陈锦怀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 妈 你下去好好照顾珍珠和小天 不用担心我和亲亲 珍珠啊 你奶奶去陪你们了 你和哥哥一定要听话呀 小天啊 你可不能再调皮了 你是唯一的男子汉 一定好好好照顾奶奶和妹妹 伴随着他啰里啰嗦的话语 我仿佛看见了他们三个在天堂 其乐融融的画面 就这样 我和陈锦怀互相搀扶着走出了陵园 警方很快通知了我们对李依娜的后续处理 故意杀人直接判处了死刑 行刑前 我去见了他一面 问他那个孩子是谁的 他告诉我 他也不知道 喝醉了 被人带去酒店过了一夜 后来发现怀孕了 很心慌 偏偏这个时候遇见了最久的陈锦怀 我不由地感叹 命运多么的离谱啊 我和陈锦怀处理完所有的公司房产后 一起踏上了旅行的路程 别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上有老下有小 其乐融融 而我们除了彼此 什么都没了 离开这个伤心的 我们两个心情也好了很多 一路走过西藏 青海 新疆 云南 慢慢地开始释怀 见过太多人间疾苦 就明白了世人皆苦 最后我们留在了云南 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 我们买了一个小花店 在尔海的对面 每天睁开眼睛 就是一望无际的蓝天与大海 这是我们的孩子最喜欢 最期盼着能来的地方 如今他们长眠 我们长念 打开门时 我的丈夫楚千 此刻眼睛通红 酒气冲天 衬衫满失褶皱 我接过他手上的外套 错开脚退后半步 避开迎面的酒气 上周他和我求婚 我答应了 今天早上去了民政局登记 楚千扯了扯衣领 欲盖弥彰掩饰住低落的情绪 我自是乐得清静 好似没看见般体贴慰问 朋友送你回来的 喝这么多记得保护位 这不重要 楚千不耐烦地拉住我 把我扯进他怀里 他们妒忌 我有这么好的老婆 我们终于是一家人了 楚千酒品还可以 在沙发上躺着 很快就睡了 我留意到 他手机没有锁平 知乎上的回答 我虽然半小时前就刷到了 还是为他的不谨慎感到惋惜 初恋究竟有多亿难平 他回答说 忘是不可能忘的 追他的侄女 就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为了经常和他见面 还能叫他一声姑姑 现在他侄女很爱我 可我并不是很爱他 我的初恋是他姑姑 没人可以替代 结婚也只是为了 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近距离守护我的初恋 我第一次带楚千回家的时候 我还没介绍姑姑露斯曼 他倒像是早有预料 没有停顿 干脆利落地跟着我叫了句 姑姑 现在想想 姑姑当时的神情 惊讶 发愣 真是微妙极了 楚千是藏匿不住的讨好得意 现在想想 当真没有几分清白可言 其实露斯曼不算是我的亲姑姑 她是我爷爷的私生女 爷爷和他母亲 在他幼年依次去世 奶奶决定抚养他至成年 我刚上高中时 她大三 在我们这实习 借助在我们家中 父亲母亲对她都很包容体谅 她却越发骄纵蛮横 你姑姑不容易 善良的人对苦命之人 多是有着几分不忍 父亲常常这么劝我 尽管拥有很多疼爱 露斯曼仍然心不平 处处同我争 处处和我抢 抹黑我的形象 造谣我的人品 只要在家 我们就会起冲突 长大后我们表面和睦 实则暗流涌动 她大抵决地彻底赢过我了 我的丈夫是她不要的男人 偏偏这男人对她情根深重 初恋白月光 今天上午 官宣的红本本和婚礼邀请函 还有姑姑的评论 不知道说恭喜时是什么心情 楚谦的这篇常回答 百分之九十的内容 都是在写她分手后 有多么放不下姑姑 怎么无意中发现了她初恋的侄女 也就是我 怎样追求我 原来是这样啊 沙发上的楚谦 忽然抓住了我的手腕 不要走 别丢下我 我甩开她 楚谦其实不知道 三年前我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今已是三万余赞 两千多评论 当初回答后 我就再也没敢点开 那是我内心不可触及的梦 每每想到只觉畅往 其实我的梦早就该醒了 楚谦从来也不是她 只是我有必须要完成的承诺 第二天上午看婚礼场地 楚谦看了眼手机后 就放了我鸽子 不用问 我也知道是谁给她发了消息 两年前姑姑如愿以偿嫁入了豪门 姑父对她说不上好 花天酒地还有暴力倾向 可她一直拖着没有离婚 舍不下钱和面子 三分钟前发了一条朋友圈 宿醉头痛很无助啊 怪不得楚谦这么着急 还好我今天早餐做得不多 一个人吃刚好 下午三点 楚谦叫我下去 言辞漫不经心 我拉开车门 姑姑坐在副驾驶上 楚谦说 你姑姑是设计 我特意叫她来帮你把把关 说吧 楚谦抿了抿唇 她唇上破了个小口子 露斯曼的嘴唇也有些红肿 口红蕴染到了周围 姑姑笑了笑 没说话 我在车门前停留了一会 露斯曼仿佛恍然大悟 她捏着嗓子说道 我对这市里的路线比较熟悉 做副驾驶指挥 你不会介意吧 楚谦立刻接过话茬 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 姑姑你做副驾驶就行 对吧 临暖 路程过半 露斯曼突然平淡扔出一具炸弹 我离婚了 车子忽然一个急杀 周围激起了一片鸣笛声 隔着窗户 我都感觉到了路人的不满 楚谦却只看着露斯曼 嗓音有些发哑 你离婚了 姑姑勾唇笑了笑 大大方方地回望她 对 楚谦漫长地注视着她 以一己之力为本就拥堵的路况 更添了一把柴 两个人跟演电视剧似的 怕耽误我的大事 我只好开口打断 该走了 一路上车内气氛很微妙 到了婚礼场地 露斯曼俨然带入了女主人公的身份 与经理细致沟通 楚谦不时给她倒杯水 扇扇风 俩人亲密浅笑 丝毫不把我当外人 经理笑着赞叹 二位真是神仙眷侣 羡煞旁人啊 一时间场地一片寂静 我静静注视着楚谦 那句她才是我的新娘 到最后也没说出来 我吃笑了一声 并不意外 说时迟那时快 姑姑的前夫陈天瑞突然闯了进来 也不知道一个被酒色掏空了的身子 如何迸发出百米运动健儿一般的速度 大约是因为愤怒吧 陈天瑞邓卓露斯曼 我说你怎么突然和我离婚 原来是外面有小白脸了 你亏不亏心啊 姐姐一下子躲到了楚谦身后 别缠着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一不注意 楚谦和陈天瑞就打了起来 旁边的陆思曼扭扭捏捏的劝架 倒是霍吉穿高跟鞋的我 我一下重心不稳摔坐在地 脚嘎嘣一下就崴了 经理总算反应过来 保安将陈天瑞赶了出去 楚谦立刻跑到姑姑身边 姑姑 你没事吧 我试着动了下脚踝 发出一声痛呼 不等她跑过来 陆思曼晕倒了 她在半途毫不犹豫转身 抱起她说 临暖 我等下回来接你 这一刻我的内心毫无悲伤 甚至觉得刚刚来回夺步的楚谦 像极了一所欲言里 白菜和果子都想吃的羊 最后累死在路上 好 你要记得回来 我的脚有点痛 但适应之后还能走路 果不其然 直到深夜 楚谦都没回婚礼场地找我 她让我先回家休息 还说姑姑现在很虚弱 要住院 她在医院照顾她 还好 我没有等她到深夜 夜深人静时 我躺在床上 翻开圣经 拿出一张照片 傅言 你看见了吗 今天我来到了梦中的婚礼 然而 沉寂的夜色不会说话 陪伴我的只有无边的落寞 隔天 我来到了郊外的墓地 傅言墓碑前 有一束菊花 和一对母女 小女孩看着我 问道 你是傅言哥哥的亲人吗 我一时无言 想到了那场没有到来的婚礼 和奔赴不到的言席 沉默和悲哀突然袭来 是 我是他的亲人 我几乎是哽咽地说出来 傅言哥哥是我的恩人 当年他把眼角膜赠送给了我 为我带来了光明 我心中一阵 低头看着眼前 小女孩纯真的目光 情绪再次难以控制 大颗的眼泪几乎快要掉落 小朋友 你叫楚千 小女孩点点头 对 姐姐 我叫楚千 千千玉手的千 原来一开始变错了 我找错人了 拥有复眼眼睛的 从来都不是我 一直认识的那个楚千 我笑着摸摸小女孩的脑袋 楚千 你要向阳而生 你要好好长大 小女孩点点头 仰头问我道 姐姐 大哥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呀 他是一个很坚强 很温柔的人 总能让我看到 温暖向上的希望 他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小女孩把手里的千纸贺递给我 姐姐你别难过 这是我爹的第一千个千纸贺 大哥哥一定会在天上保护你的 我摸了下他的头 谢谢你啊 等他们走后 我缓缓蹲下 抚着墓碑上捐客的生平 喃喃自语道 言哥 你会不会怪我认错人了 我找到的那个楚千 并不是我要找的楚千 他只是个无关要紧的人而已 我并不喜欢他 可每次看着他的眼睛 仿佛是傅言在和我说话 我怎么也拒绝不了这双眼睛 所以我答应了楚千的告白 答应了楚千的求婚 毕竟这是这个世界上 与傅言最相似的人了 可当他闭上眼睛时 梦破灭了 我却怎么也不愿意醒来 所谓的执念 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 楚千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想都没想就关机了 墓碑上的男人面无表情 但眼神温暖和煦 这是我给他拍的照片 可拍的时候 我从未想过 他会变成黑白色 我轻声对他说 傅言 我们结婚吧 你说这些会不会是一场梦 会不会第二天醒来 你就活过来了 如果你能听见我说话 就让乌云散开 好不好 这时阳光透过乌云 不散自空中 最终归于尘土 刺骨的寒意终于消散 天真的晴了 远处的风吹起我的头发 吹干了我眼角的泪 安抚了我心底的沉重与惆怅 发丝轻拂我的脸颊 就好像十七岁那年的夏天 我真的以为 他会永远在我身旁 那天我和路斯曼吵了架 他私自把我的物品送给了他人 我和他打架 谁拉都拉不开 我爸回来后 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摔门而去 消磨着痛苦压抑的情绪 可是就在转角处 我不知不觉 又走到了复岩的花店 正值毕业季 大树大树的满天星花海中 我看到了忙碌的老板 也许是茶色的发丝太过温柔 也许是盛下的阳光太过明媚 被花香簇拥着 我进入花店 在他的花店里 我一直低着头 可他放下了手头忙碌的工作 走过来温和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揉了揉我的脑袋 眼睛这么红 什么是这么难过呀 闷闷不乐的小朋友 没有 就是摔了一跤 他却拎了药箱过来 用打包着花束的修长手指 温柔地帮我上药 你可以不那么坚强 我在这呢 我再也忍不住了 扑进了他的怀中 哭个不停 米色衬衫被泪水浸湿 他的身上是清爽温暖的阳光味道 他平时都与我保持距离 可那次没有推开我 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 那是自从我妈妈离开后 最踏实的怀抱 我知道 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他 他的话虽然不多 但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温柔 路斯曼发了朋友圈 言辞中的得意 让我很怀疑他设置了锦衣人可见 配图病床上放着一碗粥 文字 有你在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楚千的一只手 堂而皇之的入境 他在医院陪了他两天 我不想再管这些 默默回家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了 等我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 楚千回来了 以往和他那双眼睛对上 我总会露出欣喜的笑 可现在我头都懒得抬 把他荡成空气 楚千忽然拉住我的手 在我抬眼看他的时候 又突然沉默 对方欲言又止 我却已经不愿浪费时间了 我们离婚吧 我的干脆利落 反而让他怅然若失 抱歉 是我对不住你 你一个人 也要幸福 不等他说完 我走进房间里 拖出我收拾好的行李箱 准备走人 他眉头紧皱看向我的行李 你什么时候收拾的行李 在发现初恋 终究是罪意难平的时候 他瞳孔一阵 你是不是看见我的回答了 嗯 看见了 行文逻辑性不强 文笔有待提高 我打开门 最后将钥匙放在置物架上 扭头看向他 满眼真诚 但是内容很不错 他仿佛突然良心觉醒 面带愧色的低头 抱歉 我没想着要伤害你 但我的确忘不了你姑姑 她是我的初恋 也是教诲我 什么是爱情的人 当时的我没能力 给她带来幸福 才会分手 我无意知晓 储谦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 打断道 那破镜重圆问题不大 她也离婚了 你也离婚了 俩人般配得很 路斯曼也不过是这些年婚姻不如意 没有找到更好的 换成其他人 也不见得会看上她 储谦比我幸运 至少她爱的人还活着 我拖着行李箱出了家门 此刻天色已经暗淡 我走到社区门口 小暖 过来 我抬头望过去 傅言站在树下 白衬衫牛仔裤 笑得很是灿烂 我鼻头一酸 想到了这些年内心的煎熬 快步朝她走去 我从未这般用力地挥舞我的双手 只希望时间可以再慢一些 昏黄街灯下 男人身后是城市的车水马龙 是大片大片繁华的霓虹 耀眼夺目 她温柔微笑 行李箱我来拿 装了这么多东西啊 可这时 一群人有说有笑地经过 傅言的身影虚晃了两下 最终还是烟消云散 我挥舞的手臂还停留在半空 茫然失措 风带走了树上最后的几片叶子 地上只有厚厚的几层落叶 哪里寻见她的身影 原来只是幻觉 这时社区门口停下一辆车 正是几天不见的姑姑 她看起来脸色红润了不少 她看到我在哭 面露惊讶地走过来 哟 哭得这么伤心 怎么了 你这是 我被过身抹了下眼角 别想太多 身体怎么样了 我身体好了呀 多亏了储谦这几天的悉心照顾 给我做各种营养餐 嫁给她呀 你以后就享福吧 话里的醋味酸气冲天 我不欲过多纠缠 点点头 嗯 这福气我送给你了 她脸色一变 你这丫头 吵架别冲我撒气呀 失望痛心和掩饰不住的喜悦 得意在脸上交织 像个五彩斑斓的调色盘 你是她初恋 她也舍不得你 与其在这爱的死去活来 不如快点在一起 此时此刻把该说的话说清楚 才能尽快脱离这感情漩涡 我朝远处驶来的出租车招手 说真的 你用不着故意讽刺我 她忽然在我身后大声说 我也用不着你可怜我 你明白吗 储谦她只会爱我 我淡淡撇她 那座侄女的 提前祝你二婚快乐 她一拳打在棉花上 在原地无声破口大骂 车窗外的风景急速飞驰 没有一秒钟可以留下定格 司机师傅很有激情 车上播放着向天在界五百年 铿锵有力的歌声 一时间都让我忘却了烦恼 司机师傅可能看我表情微妙 主动跟我搭话道 多听一听经典的歌曲也好 不觉得特别有力量吗 我笑了笑 师傅 五百年够吗 要不许愿的时候再多要点 哈哈 小姑娘人还挺有意思的嘛 但其实 我真的不想 我对复言的爱 如果一定要有期限 那么我希望它是一万年 但没有复言的世界 我一秒钟都不想多待 我比任何人都想回到过去 回到那个有复言在的时空 那个夏天 我接连遭遇亲人的离世 虽然生前对我说不上关爱有加 但我对周遭亲人的悲痛仍然感同身受 只是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局外人 放学后 我宁愿在外面瞎逛都不愿意回去 不愿意面对低气压和悲痛的氛围 也就是那时候我瞎逛 不小心进了复言的花店 在很僻静的街角 店名叫暖阳 整整两面墙都是架子 摆满了鲜花和盆栽 地上两台鲜花 颜色明艳 花苞饱满 散发着惊人的生命力 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 我在店门前助力了很久 突然一只狗冲我大叫 我吓得疼得站了起来 别怕 狗不咬人 狗主人见状连忙安抚我 顺便紧了紧链子 风铃声突然响起 花店老板走了出来 下一秒 一个身影挡在了我的前面 白色T恤混合着洗衣水的香气 带来了坚实的安全感 谁家的宝贝这么可爱 坐下 乖 柔和雌性的声音响起 我在男子的身后 突然就因为宝贝两个字 有些脸热 狗子怪巧地坐下 当着狗主人的面 与花店老板好声互动 直到主人咬牙切齿地牵着他走 也一直频频回头 眼看危机消失 我立刻拽紧包带准备跑路 却被男人挡住了去路 你跑什么 我的店里没有养狗 胆小鬼 他笑了出来 眉间满是促暇 和他对视的那一瞬 我心跳有些加速 我只是觉得怕狗有损自己的形象 好吧 我真诚道 感谢老板救我于水火之中 我买一束花送给你 也许是这个要求有些突然 也许是我借花献佛的意图太过突然 他愣了一会 委婉拒绝 你还未成年吧 钱应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心意收到了 那好吧 我能在这待会儿吗 随你 我那会还没什么与人相处的经验 但犹豫了一会 还是开口道 我叫林暖 暖阳的暖 嗯 你好 林暖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傅妍 也知道了他比我大七岁 不仅是暖阳 花店的老板 也办过自己的摄影展 自嘲说是理想主义的疯子 眉眉想到与他出见的情景 我都忍不住发笑 笑完之后 又是钻心的疼 和楚谦分道扬镳后 我没回我爸那大别墅 我爸知道了 铁定会埋怨我 唠叨我 我和他们也难以沟通 路斯曼肯定会迫不及待告诉他的 毕竟我离婚了 最得意的人也是他 我去了我闺蜜彭艳家 他是我大学室友 也是我为数不多能说真心话的好友 见了面 彭艳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暖暖 今晚好好休息 咱们不要想那些难过的事 我没事 我只是遗憾 自己虚度了两年的光阴 原来我一直都找错人了 之前彭艳还不知道 我和楚谦在一起的原因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楚谦对我的不上心 忽冷忽热 若急若离 可我也没有多爱楚谦 或者说我对他的情感 根本称不上爱 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寄托 我爱的只是傅妍 我一直希望他能用那双眼睛 多看看我 这样我会感觉 他还在我身边 从来没有离开过 痛苦绝望的我 才能获得短暂的平息 隔天晚上 彭艳带我去了他家楼下的烧烤店 傅妍不怎么愿意让我喝酒 我一直都有好好听他的话 这些年基本没怎么喝过酒 但是现在我举着杯子 不愿意放下手 即便是幻觉 镜中花 水中月 也不愿轻易地醒来 一杯杯酒 敬我最爱的人 敬我不再有的往日欢愉 过没多久 身后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腕 林暖 你别喝了 转过头 身后站得竟然是楚谦 他眉头紧锁 呼吸杂乱 我难掩失望 表情一冷 抽回手问他 和你有关系吗 林暖 再伤心难过 也没必要来这买醉吧 我越听越烦 对现在的他耐性全无 不是已经成全你 和你初恋了吗 去找他 别他妈来烦我 他难以置信地愣在原地 我之前和他说话 向来如同清风细雨的 更别提说脏话了 他几何时见过这副模样 但温柔不是我的天性 那份温柔 从来也不是为他 复言眼里的我 应当是温柔的 热爱生活 你不在 我却渐渐活成了你的样子 别喝了 太不像话了 楚谦夺过我酒杯 猛地放在桌上 这一点都不像你 彭彦上厕所回来 站在我和楚谦的中间 这时 路斯曼也过来了 他挽住了楚谦的胳膊 暖暖酒量很好 你不用担心 我笑了 但没有否认 对 楚谦叹气 凌暖 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 别这么难堪 我说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祝你们幸福 彭燕接着道 暖暖祝福你们两个 还不好吗 我也希望你们所死 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成全自己 放过别人 路斯曼抢过话头 我们来这里逛夜市 看到你喝成这样 他这是关心你 你不领情也就算了 说着 他试图从我表情里 读取痛苦 可我眼中只有一片冷漠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关心 路斯曼服了服额 我头好痛啊 这里烟火未熏得我头疼 楚谦心疼不已 顿时顾不上我了 姑姑身体刚好没多久 我先送她回去 我们晚点再聊 看着他们的背影 烧烤店的师傅 在旁边用勺子 将炒面翻得飞舞 透出了时程的功力 来烧烤店还嫌味大 什么人哪 彭燕说 真的是 难道是因为她以为你 对她用情很深 良心过意不去了 我拍拍彭燕肩膀 问题不大 我也对她没有什么感情 找错人罢了 喜欢过她吗 一丁点都没有 这时 隔壁桌的年轻女孩 接了个电话 她对着电话那头娇称 好 我知道了啦 我会早点回去的 你干嘛老担心我 我看着她 忽然记起大四那年放假 我陪过生日的彭燕去酒吧 结果一不小心喝醉了 后面是傅延来接的我 她把我扛上车 再然后把我扛回家 第二天醒来 我发现我的嘴巴又红又肿 我捶她的胸口撒娇 却被她化解力道 拽着手搂进怀里 我是在叫你世道艰难 人心险恶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要是我不去接 你知不知道多危险 我和彭燕一起去的 怎么可能危险 我话音刚落 又被她捧着脸吻了下来 一如既往的温柔但不容拒绝 以后不许去喝酒 除非我在你身边 这是傅延很少展现的强势 这时有人撞了下我的肩膀 我猛然从回忆中清醒过来 彭燕担心地问我 暖暖 你没事吧 哦我没事 我就是想到了一点过去的事 都过去这么久了 总要往前看 我跟她碰了下呗 来吧 想说的话都在酒里了 彭燕没说话 叹了口气 她半夜醒来喝水的时候 分明看到了止不住的泪水 我请客吃饭 搓一顿怎么样 我垂眼 我不去 我不食人间烟火 没过多久 我爸电话打过来了 上了年纪的她 脾气没有以前火爆 还挺温声细语的 暖暖 你和楚谦闹矛盾了 还说要取消婚礼 不是都说好下星期半的吗 这可不是儿戏啊 路斯曼应该跟你说了吧 我离婚了 婚礼就不办了 请柬都发出去了 座位都排好了 怎么说离就离 说取消就取消 爸 把新娘直接换成路斯曼就行了 毕竟她接近我 就是为了和路斯曼成为一家人 以家人的名义守护她 我爸语气变得有些生气 楚谦 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我没想到 楚谦就在我爸旁边 叔叔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本来是打算和暖暖结婚的 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 楚谦越说声音越低 心虚的连自己都无法说服 姑姑突然插话 哥 是我不好 楚谦是我前男友 她一直没放下我 刚好我又离婚了 你们 你们简直胡闹 你们怎么能对暖暖这样 我 楚谦 露斯曼三人的故事 估计比早年八点当家庭伦理剧还要离谱 隔着话筒 我都感到了我爸的震惊 楚谦声音也坚定了许多 叔叔实在抱歉 我可以用别的方式补偿暖暖 希望你也能成全我们 听到他这话 我松了一口气 我爸说 随便你们 到时候我不会去 哥 你别叫我哥 我从来没有认为你是我妹妹 你对得起谁啊你 我听到悲斩落地的声音 刚说完他脾气变好 这会又暴躁了 我爸发火了 而且是因为我 我不合时宜的有些感动 爸 别生气了 他们是天作之和 我爸的声音柔和了些 女儿啊 你在哪里 爸去找你 不用 我现在挺好的 你别担心我 说完我挂了电话 很快 楚谦的婚礼对象 换成了姑姑露斯曼 八卦的亲戚们纷纷旁敲侧击 问怎么回事 我一律回复 别问 问就是他们是彼此的真爱 不知道后面我爸跟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纷纷拒绝参加婚礼 可能是觉得有些丢人吧 我回归了日常生活 时不时与闺蜜小聚 某天彭燕问我 你和楚谦有没有联系过 没有 那你是不知道 楚谦这几天都喝得烂醉如泥 一直喊着你的名字 我只觉得晦气 她的白月光还在 她却不珍惜 我羡慕还来不及呢 彭燕跑去看楚谦那个直呼回答 却发现她将原回答删除了 更新了一段文字 我老婆看到我的回答了 和我离婚了 婚礼也取消了 可我感觉很无错 我似乎做错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吗 但为什么这么不痛快 我好像失去了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不行 我得不到的 别人也休想得到 评论区不出意料的炸锅了 X男的X女 天生一对 一定一定要锁死 现实比小说更抓马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我不理解 但大为震撼 彭燕被网友的评论斗得嘎嘎乐 一边给我大声读出 骂那俩人的精彩热评 一边盛赞当代网友妙笔生花 是当代文豪 这些和我无关 我也有点不理解楚谦 但也不想去在意 只希望我们互不打扰 因为我终于明白 楚谦永远也不会是他 凌晨 手机陌生来电 临暖 我们见一面吧 楚谦的声音一响起 我就皱起了眉头 不好意思 忘拉黑了 我秒挂 还没拉黑 电话又打了进来 我一时手滑 竟然接了起来 楚谦生怕我挂断电话 立刻说道 我后悔了 我发现自己爱的是你 我们重新来过吧 你有病吧 不可能 你别后悔 老旧的手机卡顿得厉害 点击了几次荧幕 才成功结束通话 我连忙将这个号码也拉黑 我叹了口气 复言 你送我的手机我还留着 可是那个特别的铃声 为什么再也没有响起 暖阳 所在的老街在市中心 但随着城市的发展 曾经繁华的街景 也开始逐渐没落 熙熙攘攘的顾客不再有 热热闹闹的摊位 也回归冷清 我知道 暖阳 仍然停留在过去 可我已经回不去了 记忆里的那条街 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我始终也不敢走进去 最终只是站在门外 拍了张照片 发了个朋友圈 盛年难再来 彭燕突然和我发信息 问我是不是在老街 是 楚谦刚刚封了一样的找你 你小心点 我没放在心上 但印象里 今天是他和姑姑的婚礼 举行的日子了 竟然还这么闲 通往 暖阳 的每一个路口 转角都能触发我的回忆 就连路口角落 那个略显斑驳的强化 都残留着 与他的记忆插曲 在他刚走后的 那个冬天 我坐在花店门前的椅子上 整晚整晚地哭 宛如行尸走肉 真希望醒来的时候 那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还能在人群中 给我一个热烈的拥抱 我打开那个尘封的 暖阳 的门锁 走了进去 自从傅妍去世 我就将这个店买了下来 光雨晨透过陈旧的玻璃 在墙面上投射出斑驳的色块 发黄的就照片里 我们的笑脸还是那么甜 那是我和傅妍的照片 有些就是在家里拿拍着玩的 也有些是他和我一块 去旅行的时候拍的 男人虽然不喜欢拍照 但在我说拍合照的时候 还是自动自觉地站好 把手搭在我肩上 他的手总是搭在我肩膀上 眼神总是温柔地垂落在我身上 我不觉看着这些照片出了神 这时身后忽然有人叫我名字 临暖 我回过头 一阵剧痛 眼前一片黑暗 我失去了意识 这是 暖阳的内部装饰 这里的每一个缝隙我都熟悉 剧烈的头痛令我有些虚弱 恍惚间以为自己不过是做了个噩梦 我想要站起来 但挣扎了半天才发现 自己的脚被链子拴住了 阴冷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终于找到你了 是楚谦 此刻的他与领离婚证时的 意气风发大为不同 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衣服满是褶皱 但他的神态看起来还算理智 整个人却给我很危险的感觉 我皱眉 你怎么会在这儿 是你绑架的我 我看到了你的朋友圈 顺着网线就找到你了 你太不谨慎了呀 暖暖 不过也好 只有这样 你才愿意和我对话 我沉默 疯狂思考 楚谦绑架我的原因和目的 一边与楚谦进行无营养的对话 一边用手机快捷键 给我的紧急联络人 发送了求助信息 你对这附近的街区也很熟悉吗 我以前住在这附近 你为什么要绑架我 楚谦没有回答我 他只是仔细端向着墙上的照片 他是谁 我拒绝回答 那是我心里最深处的伤疤 楚谦不配 提起傅言的姓名 长久的对峙后 楚谦的理智被疯狂吞噬 他揪住我的衣领 把我提了起来 表情凶狠 那一刻 我想就这样也挺好 与我最爱的人 最爱的地方永远相伴 你住手 这么多年来 我的紧急联络人 依旧是我的父亲 我在这个世界上信任的为二的人 但这中气十足的一嗓子并不是他 我的父亲也来了 楚谦松开了我 我父亲冲上去给了他一拳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伤害我女儿 他不欠你什么 楚谦并不意外 他甚至主动帮我开了锁 我的父亲紧紧抱住了我 我感觉到他身体细微的颤抖 我迟疑了下 轻轻回报了他 这一刻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你这个贱人 身后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 父亲是从婚礼上匆忙赶过来的 此时涌过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但大家是有素质的文明观看 口吐芬芳的 正是我的姑姑鲁斯曼 姑姑没有娘家人了 父亲去了婚礼现象 将去世的奶奶委托的礼金 交给了记账人 门都没进就要走 姑姑得知父亲过来 追着他就出了门 新郎不在场 他留在那野市 让人白白看了笑话 现在 他头沙都歪了 泪眼婆娑 模样分外狼狈 楚谦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姑姑 你喜欢钱吗 楚谦看似调侃的一句话 却让路斯曼的神情 瞬间变得不安 你都知道了 谁 谁告诉你的 我前夫吗 不是这样的 你也知道我前夫 他那种人说的话 你也信 楚谦直视路斯曼 眼中带着怒火 播出了一段语音 当初我甩了他 就是因为他穷 没想到他竟然 还死心塌地地爱上我 我就勉为其难 当个备胎吧 反正现在也没有好的选择 这是姑姑的声音 听到这段语音 姑姑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 路斯曼当初和楚谦分手 就是因为贤贫爱富 没有阴差阳错 也没有棒打鸳鸯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罢了 不稀奇 我冷冷地抱着臂 看着眼前的闹剧 暖暖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楚谦哀求道 可是我并不爱他 也是该说清楚了 我对楚谦说 你把手机给我 他立刻拿出手机 你想知道的问题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 我点击最高赞的热门回答 楚谦迫切接过手机浏览 瞳孔慢慢放大 你是说 我接受了你去世的男朋友的眼角膜 你为了守护他的眼睛 才和我在一起的 怎么可能 我就没做过手术 怎么可能接受过眼角膜移植 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楚谦往日不理解的片段 现在都已经清晰 没骗你 我也才刚刚知道 我找错人了 不可能的 你那么爱我 他说的笃定 似乎不愿接受事实 执意想要拥抱我 我避开了 他高中的时候 就和这个花店老板在一块了 他爱的根本不是你 路斯曼说 你被骗了 阿谦 我们回去吧 你不是一直都放不下我吗 楚谦目自欲裂 看着那些照片 他捏紧了拳头 嘴里发疯般的自言自语 所以一开始便是错的 我却只有平静 现在信了是吗 看完就走吧 路斯曼却忽然嗓音尖利 开始发疯 林南你就是个贱人 找了个野男人 这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走过去 用尽全身的力气 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路斯曼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仿佛我打人是一见天下奇闻 趁着他没有反应过来 我上前一步 对着他另一侧脸庞 也扇了个耳光 带着你的这张臭嘴滚出去 路斯曼想冲上来 被楚谦拦住了 你先出去 我单独和他说 难怪你对我那么好 那么温柔 却从来不让我碰你 都是因为这个男人是吗 所以你爱过我吗 没爱过 够了 别说了 颜哥最讨厌别人 在他的店里大吵大闹了 就像我在那个回答里写的 我从没想过 和你真的去领证 只是希望能让傅颜 看见我结婚的模样 我是真的无所谓 我本来就不可能 真的和楚谦结婚 出去吧 再不出去 我要报警了 我只是说说 但并没有心情耗下去 我爸不一样 他是真的报了警 最后的最后 我终于赶走了他们 四周又陷入了安静 时钟滴滴答答的 每一声都清晰可闻 往事就像是放映机一样 又在我面前展现起来 我们换一个窗帘吧 可以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蓝色 他嘴上不出声 却还是给我弄来了蓝色的窗帘 尽管这颜色和暖阳原本的米色简约风格格不入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以着架子 思绪翻飞 窗帘随风起伏 时针在墙上不停转动 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那年盛夏 我发现了一个宝藏店铺 天天跑去复盐的花店 一年四季从不缺席的鲜花 让我的青春从不孤单 带着我的作业本 我的练习册 在他店里的小桌子上 趴着写作业 而我和周围极具自然气息的环境 格格不入 可我在不在乎 来这儿的人什么样的都有 有一回我过去 有个大妈来 执意要问老板 回不回收鲜花 说从花店买来后 才刚刚过了一晚 还新鲜着 老板买回去 可以再卖给别人 看到我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 写作业 带着恶意八卦道 哟 老板没有妹妹吧 你俩啥关系啊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 一点也不减点啊 下一秒 傅言拿着扫帚 就把大妈往外扫 大过节的店里太忙 这不扫一扫 都没有下脚的地了 你干嘛呢 我女儿可是这里的老顾客 您有女儿啊 真是让人意外 我还说好好地扛乃心 怎么突然就把您惹怒了呢 我赶紧配合地关上门 傅言笑着说 真乖 那时候我真的很快乐 后来也就是我跟路斯曼打架 被我爸打了一巴掌的事 被他知道了 傅言第一次抱我 安慰我 那事之后没多久 路斯曼就消停了 学校里众说纷纭 具体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但路斯曼的校霸男友不再出现 学校反复重申校园霸凌的恶劣性质 我想我知道 傅言的信头到了哪里 他一直在我身边 也一直保护着我 后来有一天 姑姑对我态度变了 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没想到他偷偷跟着我来到了 暖阳 故意挽着我的胳膊 仿佛和我很亲密的样子 哎 让我看看谁家的老板 把我们学生妹迷成这个样子 帅老板 也给我制一个标本呗 我把胳膊从他那抽出来 心里别提多隔应 他这儿价目表上没有这项 姑姑却迫不及待地说 凌暖 你书包里背的不就是在这家店做的 傅言没说话 冷淡地掀起眼皮瞧他 我书包里有一个树枝标本 密封着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 你的话 不行 姐姐不肯善罢甘休 不就是钱吗 我加钱 出三倍的价格总行了吧 傅言只说了三个字 滚出去 说完便将他轰出门外 那一刻傅言在我眼中帅诈了 露斯曼故意大声说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凌暖睡过 你对他那么好 下一秒 两朵菊花从店里飞出 正好砸在了露斯曼的脑门上 他被花扇了个巴掌 是位七月十五倍的货 提前给你上坟了 露斯曼无言以对 灰溜溜地夹着尾巴溜了 那年夏天 即将升入高三 我拼了命地学习 严重缺乏睡眠 坐着提便趴在桌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身上盖着赋盐的外套 夕阳还在散发着最后的余晖 他给我煮了一碗粥 向来温柔的他 看起来却有些严肃 好香啊 谢谢哥 喝粥 喝完赶紧回家 我在旁边喝粥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包装花束 光是看着 我心中便小鹿乱撞 吃完后我问他 我能不能雇你一晚上 他眯起眼 我可以付钱 我爸那天打了我之后 什么也没说 不知道是愧疚还是什么 给我卡里打了很多钱 那也不行 我差你这点钱 他坚定拒绝了我 我不走 晚上也没有顾客 你陪我出去吹汇风散散心怎么了 晚上不安全 他把我提起来 你小姑娘 不能晚上和陌生男子独自出门 不知道 最后 他还是把我送回家 临走前拍拍我的头说 放心 他要是还欺负你 跟我说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他看着我房间的灯亮 才安心离开 我偷偷拍了一张他的照片 时不时就翻出来看着傻乐 路斯曼之所以这么好心不告诉我爸 我经常去傅岩那儿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忙着处理和校霸男友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把我说出去对他没什么好处 傅岩比我自己更加关注我的学习成绩 高三 我十八岁生日 他还给我送了全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非常的不解风情 后来学业过于繁重 我去他店里的次数也变少了 某次大考之后我再去 发现花店里多了好多打扮新潮的美女 莺莺艳艳好热闹 原来是某个网红博主来了之后 说这里氛围感超好 非常适合拍照 有好多人跑来他的店里 有的是真想拍照 还有很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看上了他这个老板 看见我 其他人纷纷道 老板 来客人了 我表情拉下来 从来没像那一刻那样 这么讨厌客人这两个字 我哥呢 复言出来了 他头发刚刚剪短 半长的头发将好看的五官衬得更加明显 他忙碌之余 注意到了我 一时完心大气 我还以为大学霸把我给忘了呢 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没想到这么滋润啊 他没否认 我心里气得牙痒痒 在店门口 有几个美女好奇地过来跟我套近乎 妹妹啊 能不能帮我要一下你个微信 我心虚道 不行的 哥哥说过他不喜欢 他们安静了下 认真倾听我的话语 不喜欢什么 我哥哥他不喜欢女孩子 我终究是顺应本心 口出狂言 美女们一个两个都跑来面色惆怅 真的假的 我好像更兴奋了 我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所以你看他身边除了我 哪有女孩子啊 你不一样啊 他都跟我们说了 你是他妹妹 我正暗自得意 可我一转头 却发现傅言似笑非笑地站在我身后 我突然说不出话了 立刻假装做题 笔尖在纸面上滑拉着 心跳慌乱 不敢抬头 他停在我旁边 哎 你练习策拿反了 我虚张声势 你管我呀 夜色晚了 暖阳也变得安静了 风铃轻摇 灵丁脆响 仿佛敲在了我心上 玻璃变成了镜子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看他 只能假装看外面风景 偷偷张望镜子里的他 等到客人都走了后 我深呼吸了下问他 傅言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不喜欢女孩子 我转头怒视他 他眉宇间全是戏血 别闹 没怎么想过这个 看演员 我鼓起勇气盯住他的眼睛 红着脸 厚着脸皮使劲看他 他目不转睛地回望着我 暧昧灼得我耳根发烫 现在你觉得 和我有没有演员 傅言瞬间气笑了 你一个高中生 你懂什么是爱情 懂啊 就是因为懂 我才会怕你 我越说越小声 被别人抢走啊 好好学习 要是只想着情情爱爱 以后就别来了 我半天憋出一句 你这傻子 不来就不来 以后我就真的不来了 我赌气地收拾书本 放进包里 但没等转身 眼泪还是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傅言难得慌张 他用手指度轻柔地给我擦眼泪 别哭 你还太小 等你高考完再说这事行不行 我也在繁忙的学业下集中精力 一门心思专门忙活高考的事 每一天都竭尽全力 拿到新一大学的通知书 我迫不及待地去找他 夜晚 在他家的天台烧烤 傅言精心准备了吃食和满天星花束 给我庆祝 但不准我喝酒 可我非要喝 喝了半罐鸡尾酒 为了给自己壮胆 然后趁此机会第二次告白 傅言 你喜欢我 他轻轻活动了下手腕 时笑道 你是想说 我喜欢你吗 林暖喜欢傅言 那你到底 喜不喜欢我 他牵住我的手腕 一阵眩晕后 我被男人还在怀里 心脏砰砰跳个不停 你想清楚了吗 以后要去上大学 你愿意和男朋友隔着千山万水 见不了几面 我喜欢了他这么久 怎么可能没有想清楚 我就喜欢你 他抵在我肩头轻笑着 呼吸喷在我的颈侧 我一时间有些眩晕 耳朵好红 好可爱 我害羞极了 别说这些 你到底 傅言垂手凑近 在我唇上 真儿重之地吻了下 我答应你 弥漫的花香 漫天的星光 我能记一辈子 我们有了第一张合照 高三那年的暑假 是我最快乐的日子了 我们在暖阳一起看日升日落 云卷云书 去旁边的小店里 讨老电影的蝶片 去书店追寻复古的情怀 开车去附近的海边 他背着我追逐奔跑的浪潮 沁田的西瓜 热闹的蝉鸣 炽热的喜欢 还有温柔的他 组成了我最浪漫 最绚烂的盛夏 我都做好了上大学之后 经常奔波的觉悟了 反正也不过两个小时 可真的谈了恋爱才发现 根本用不着我回去 傅炎会主动开车来找我 重要的时候 他从来不曾缺席 我太爱他的怀抱了 那么温暖 那么熟悉 我朋友刚看到他的时候 都说他样子看着有点花心 可几年过去了 他们对他的风停逆转 我生病半夜去医院 他跨越整个城市 连夜开车来医院照顾 第二天赶到的时候 眼睛布满红血丝 在我身边寸步不离 紧紧握着我的手 也就是那时候 我爸知道了我和他的事 傅炎单独找他聊了后 我爸也没再反对 走的时候 甚至一反往常地 跟我说了句对不起 不知是为我青春期时 他那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巴掌 还是为了对我所有的亏欠 他让我不要记恨他 傅炎换了花店的招牌 围绕着暖阳的是满天星 我的傅炎就是最最好的 如果可我最讨厌的 就是这个如果了 如果不需要这个 如果该多好 我大四那年还要去实习 实习的最后一天 也是我的生日 傅炎已经开车过来了 早上我穿好衣服下楼 就看到了宿舍楼下的他了 初冬清晨的宿舍楼下 傅炎在等我 阳光照射在大地 冰雪在消融 植物却迎来了新生 男人穿着米色大衣 他戴着我织的棕色手套 莫为我特意绣了个小太阳 见了我 脸庞样起了温柔笑意 吻了吻我的额头 他把揣在怀里热腾腾的包子塞给我 早点下班 我们去庆祝庆祝 他说等我实习回来后 帮我庆祝生日 我那一整天都特别兴奋 干劲十足的同时 还不时还摸鱼 偷偷给傅炎发消息 下班前 我收到傅炎的消息 我去蛋糕店取蛋糕 你在公司楼下等我 可我左等右等 始终没有等到他 街边路灯一盏盏的亮起 我却没有等来他的身影 是不是蛋糕还没做好呀 你在哪个蛋糕店呀 把定位发给我 我去找你 你回我电话呀 傅炎 我不要蛋糕了 我只想见到你 许久未有回复 我只能搜了离我这儿 最近的蛋糕店 跟着地图指示走 却在等红灯的时候 从行人与司机口中听到 前面那条街的路口 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故 我内心不安到极致 打电话给他后 依然无人接听 等我赶到的时候 只剩下车祸现场 我封了一班冲过去 一辆摩托 一辆私家车 在转角处相撞 残骸遍地 我却只看到了一条 沾满鲜血的手套 在震惊中看到了 我秀的太阳 满地破碎 没来得及清理的蛋糕奶油 混合着鲜血 那一刹那 我的心也好像被碾得稀巴烂 世界天旋地转 傅言被救护车接走了 我跌跌撞撞地 跟路边的警察确认医院 坐在出租车上 开始剧烈呼吸 是人民医院 师父 麻烦快点 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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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内心祈祷着 你一定不要出事 可无论我叫几次他的名字 都再也听不到任何回应了 他终究是留下我一个人 在这冰冷的世间 从此之后 我听到的所有他的声音 都是聊天记录里 我不舍得删的语音消息 我不知道 我是如何熬过那一天的 我只知道 他走后的每一天 我的世界都不再会有光 这时手机响了 我急忙查看 是一封电子生日贺卡 我手颤抖着接听成功 那头缓缓传来他温柔的嗓音 生日快乐 我的小公主 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的 祝我们永远幸福 我带着哭腔 没有你 我怎么会快乐呀 我怎么会幸福啊 我从来没有这样痛恨过我自己 痛恨把他弄丢了的自己 责怪自己 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 他就不会发生这种意外 更不会死 实习重要吗 重要 但又有什么能比他更重要呢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时秋风悲化善 我再也不要过什么生日 我只要他平平安安 那年剩下惊艳的邂逅 却以冬天的离别终场 我的心也像被生生弯下一块 和他最后一次过的新年 我们在烟花下许愿 我问他 你许的什么新年愿望啊 第一个 我们结婚吧 第二个 复言和凌暖 永远永远不会分开 结婚这个 看你表现了 还没求婚呢 你不是明年就毕业了吗 我们明年结婚吧 但是说出来的愿望就不灵了呀 最终 我们也没有等到我们的婚礼 我多么希望 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复言 自从你离开以后 我再也没有过生日 我恨那一天 你给我的礼物 还付了一张卡片 我一直没舍得打开 只要我不拆开看 你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时过境迁 我打开信封 把那张泛黄的卡片拿出来 我爱你 这是复言对我的承诺 我对着空气轻声回应道 我也爱你 风铃忽然清脆作响 仿佛一切未曾改变 楚谦的联系方式 我全都拉黑了 他却不依不饶 来 暖阳 找我 问我说 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 我一言不发 便转身进了门 我决定永远困在回忆中 困在有复言的世界里 永远不出来 他在想跟进来时 恰好一阵大风刮过 暖阳的门烹的一声关上了 传达着无声的拒绝 寒意将至 又是一年冬到来 我慢慢打开了窗边的抽屉 想找到曾经给傅言之的那双手套 这么多年来怕触景生情 我从来也没打开过 里面放着一个小盒子 那里面是一枚钻戒 我知道 傅言原本是打算在我毕业那年 向我求婚的 而我 原本也是想要答应的 后继 我是附近的学生 路过老街 发现了一个名为暖阳的花店 老板娘留着浓密的长发 目光和煦 笑容温暖 说话的声音总是温温柔柔的 待人接物 却始终保持着淡淡的距离 她姓林 很年轻很漂亮 照片墙上 挂着她和一个英俊男人的合照 她捧着一束满天星 笑意青涩 满脸幸福 我问她 姐姐 那是你的男朋友吗 她抚了扶手上的戒指 笑着说 是我丈夫 她都应该 寻找 后 我 都应该